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 随怨何須怪罪 时间 2019年4月2日早上 地点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清明法会 当天 协会安排本人开车送老法师去会场 开车前 收到一条有关老法师进退场安排的微信 为稳妥起见 我就打电话和负责的师兄确认下车的具体位置 多年来 每次都是在东大门下车 当时会场很嘈杂 也许这位师兄听得不清楚 只答复我 是 我随即开到会场东大门下车 结果 负责迎接老法师的法师以及嘉宾 实际在另一个入口等待 因此没有接到老法师 五后 老法师回到住处散步的时候 我走向前面 在他老人家面前忏悔话 师父 对不住 我今天犯了一个大错误 搞错了下车地点 安排接你的法师以及嘉宾都没有接到你 非常对不住 心以为自己犯了大错 一心想要借罪 老法师好像事情从来未发生过一样 一点责备抱怨都没有 反而很平静地说了一句 因缘如此 只好随缘 二 同幽无稀 每日清晨 有很多义工 老少村民 在陆和园 恭送老法师 搭车去山顶花园讲经 有一次 一个大约一岁半的小孩子 也加入了恭送老法师的队伍 还学着大人们的模样 双手合十 稳稳荡荡地站在人群之中 老法师见到这个景象 就走到这个小朋友的面前 笑微微地摸着他的头说 明天给糖你吃 说完就和大家揮手再见 当晚回到陆和园下车的时候 老法师第一句话就是询问义工 糖果准备好了吗 第二日出门前 老法师再次和义工确认 糖果有没有避好 看到义工细心避好了糖果 老法师恩言一笑 祝福义工拿着糖果 送到昨天的小朋友的面前 老法师慈悲地说 和大家派糖 不仅是这位小朋友 在场的每位送行的义工和村民 都拿到了甜蜜蜜的糖果 那位小朋友的妈妈 更加是满心感动地对老法师说 小朋友不要那么认真 老法师听了笑着地说 小朋友都不能够欺骗 听了这句话 松衡的人都欢喜得笑了起来 第一个拿到糖的这位小朋友 更加是高高兴兴 立刻就将糖果吃了 不论环境场合如何变幻 老法师所在之处同有武器 平等供养 总是令大众皆大欢喜 三 风衣的故事 有两位居士 同一时间 每人供养老法师一件风衣 过了几日 其中一位居士 陪同老法师餐后散步 赶上疾风四起 使者就拿了一件风衣 给老法师遮寒 那位居士看到老法师 穿风衣的不是自己送的那件 就心急地询问 你为什么不穿我送的那件 老法师听了之后 笑微微地请使者将风衣更换过来 穿在身上 自此之后 每次这位居士来访 老法师都会穿上 他赠送的风衣 四 踩错油门 有一次 一位师兄 轮直开车送老法师 在一处本应该减速慢行的急转弯 这位师兄突然一脚踩在油门上面 车子随即加速 包括老法师在内 车上所有乘客 如同坐过山车 体验了 经验的失重瞬间 这位开车的师兄 紧张极了 战战兢兢地对老法师说 师傅 对不住 我踩错油门了 谁知 老法师不但没有 尸毫怪罪之意 还笑着说 快有快的感觉 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这位师兄所有的紧张 自责 后悔 统统一掃而空 五 有一天早上 我如常开车去陆和园接老法师 去程中 发现对面回程的行车线 异常涌倒 好 当我接了老法师之后 我就请示说 师傅 好 今天回大埔山顶的路线 非常失 改走另一条路好吗 老法师随和地回答 好 一声好 正合我意 我的如意小算盘是 其他乙工不熟悉另一条小路 只有我想到 更熟悉 起初 车走小路的时候 好唱唇 我的心情都随之舒畅起来 人算不如天算 等到入大路的时候 天啊 我说 车子已经绵延数公里 排声唱龙 我只好找机会 进入另一条小路 躲避涌倒 行驶了一公里 不得不再次驶入大路 涌枝的车辆一眼看不到头 我彻底没办法了 只有跟着其他车辆 蝸牛一般地爬行 结果 是要塞车两个多钟 才到大埔山顶 这个时候 已经接近午餐时间 胡法文师傅 还讲不讲经 老法师笑着说 先讲经 再用餐 六 有一天下午大雨旁沱 通常老法师五欧后 就启讲佛经 五欧的地方和摄影棚 有两三分钟的步行距离 露天没有遮挡 大家担心老人家会被雨水淋湿 就安排我开车接送 于是我就提前了二十分钟 准备好车 在门口等 老法师有事处理 被预计时间迟了三十分钟出来 那时雨水已经停了十几分钟 阳光都出来了 地面都干了 事者见状就问老法师 师傅行路还是坐车 老法师看一看事者 看一看车 笑着说 人家等了那么久 不好意思 还是坐车了 7 有一天晚上 老法师接见完嘉宾后 在会议室 和几位老师以及义工谈天 我刚好经过教学楼 发现已经是晚上六点 师傅还未来用餐 就上楼看看有什么状况 见老法师正在说尊师重道 我就坐下傾听 老法师说到张家活佛的时候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说真的 因为已经听老人家说过N次了 内心已经麻木了 这一晚的谈话 也就这样左二入右二出了 第二天下午 老人家又在会议室和一些老师 以及义工谈尊师重道 而且又说到了张家活佛 眼见大家都没有任何反归 老法师就询问 有没有张家活佛的照片 我立刻举手说 有 我每晚负责巡查到场门窗等事宜 熟悉书籍法宝的摆放位置 我走到供奉张家活佛遗照的玻璃门书柜前面 一打开门 我的心被惊得透心凉 阿弥陀佛 活佛的遗照居然被歪歪扭扭地 塞进去书本的逢隙之中 平日 供奉照片的位置 本来是正对着老法师的座位 难怪老人家练足两日 再唱谈尊师重道 又不断回忆张家活佛的事 只是我们凡夫麻木如敦 不解其意 当我将张家活佛的遗照 恭敬传递 拿给大家尖让之后 老人家说了一句 将照片放好 这个是一语相关 是我们的老师慈悲致极 这种事情 如果我不说 没有第三个人会知晓 老法师 对几位恩师的尊敬 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各地的摄影棚 书房 都敬奉恩师的遗照 三百六十五日 只要去摄影棚 港京起此前 都恭敬礼拜恩师 港京原本 也都将功德 献成回向恩师 提及自身的经历 总是谦顺地表示 这一点点的成绩 都是成蒙三位老师的诗人 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 李炳南老巨士 一切时一切处 对老师念念不忘 八 自己为老法师开车 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老人家对车内空调温度 从来没有要求 如果问老人家 空调温度合适吗 每次回答都一样 可以 八年 从来没看见老法师 调整过座椅 车上的音响 我最初播的是音乐 以及佛歌 后来改为佛号 老人家都笑笑 有一次冬天 老人家上车之后 我忘记了把窗关好 过了很久才发现 老法师一句都没说 类似这些小事太多了 从生活起居到穿衣吃饭 没有一样东西是有要求 一切随缘 九 老法师住的乡村 每年春明活动都会邀请老人家参加 场面非常热闹 有精彩的舞龙 没有诗 放鞭炮 放孔明灯等等的表演 烟会接近尾声 每桌发放两个孔明灯 我们礼请老法师在孔明灯写上逐幅语 老人家在写 我们在猜 你一句我一句 加上几百人的喧闹声 老法师如如不动 认真专注地一笔一笔地写 使我想起 严功老和尚的一句话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尊 世界和平四个大字写好 心心地打动了我 老法师无时无刻 不心是众生 老人家不只是写 还默默地做 老人家曾经幽默地说 想不到我九十三岁 还去联合国上班 团结宗教和平世界 是老法师的使命 成绩有目共睹 孔明灯点燃了 老法师亲手放飞了 老人家的深光我感受到了 照亮着我们 照亮着世界 十 有一天晚餐之后 大家围着老法师聊天 我和另一位师兄 坐在比较偏的位置 在大家安静下来之后 老人家转过身 看着我们两个 笑着说 他们两个人好像兄弟 大家听完都看着我两个 或者点头 或者说有点像 我们两个亦都互相望了一下 嘴角微微一笑 我心想 我心想 不是很像 我想 老人家经常都见我们两个 而且有好几年了 为什么今天对我们两个说这句说话呢 小小小一想 小小一想 几个月前 那位师兄发生了一件事 虽然 虽然和我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 这件事 一直令我耿耿于怀 老人家一句 似兄弟 我突然生起 惭愧心 这样的事 他都不想发生 而且 他已经做了 十五六年的义工 非常不容易 第二 既然是兄弟 还计较什么 老法师的这句话 愚痛妙弱 令我的心 不知不觉 就打开了 十一 我当初来做义工的时候 对山上的规定 并不了解 有一日下午 一位陌生居士来拜访 这个时候 师傅正在摄影棚里面讲经 义工就安排这位居士 在会客室听经 有位知力深的义工 看到这位居士之后 就吩咐我看着他 以免他到处乱走 我当时都没有其他想法 就一起看直播 一个多小时后 师傅讲完经 那位义工又叮嘱我 关上门 不让这位居士出来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困惑 过门都是客 每一个人遇到老法师都不容易 让人在走廊见老人家一面又何妨 每次老人家讲完经 经过会客室门口以及走廊 再回聊休息 义工以及来宾都站在走廊两旁 宽送老法师回聊 一般在没有客人的情况下 老法师会从摄影棚下来 直接回聊休息 这次老人家走到会客室门口 突然停下来 大家感到奇怪 过了一阵 一位义工问 师傅你要入会客室 师傅站在门口并没有回答 另一位跟师傅多年的义工 领会了老人家的意思 就把门打开 那位居士见到师傅立即跪拜 眼角日出雷花 当时吩咐我 不容许那位居士出来见师傅的义工 满念通雄地不知所措 老人家真是慈悲 没有一句责备 不仅不让这位义工做业 又能够满那位居士的愿 真是无声性有声 十二 我有缘在老法师身边服务八载 从来未见过老人家对任何人不尊敬 有一次 师傅从欧洲回来香港 很多义工很想见一见师傅 于是在师傅下车的地方 分左右两边列队迎接老人家 我把车开到门口 师傅从左边门下车 但右边的义工被车挡住 看不到师傅 师傅下车之后 先跟左边的义工问好 师傅非常慈悲 坐了十二小时的飞机都不嫌疑 又特意绕过车头走到右边 再跟右边的义工问好 在场的义工个个都非常高兴 我在车上默默地看着这个动人的音乐 十分感动 师傅每件事都专心自治 认认真真地做 甚至看师傅每次写字 都是一突一画 一撇一辣 那种认真专注的态度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难怪几位从台湾初次见老法师的摄影师 看到老人家写默保的音乐 就情不自禁地说 如此专注认真的人 做什么都会成功 每次看到师傅的疗房 衣柜 写字桌 港经桌 各样物品都摆放得整齐有序 老人家每次用过的茶杯 碗筷 毛巾或者纸巾都摆得整整齐齐 如同没有用过一样 师傅无论对人、事、物都无不敬 十三 有一次 互法安排我开车到机场接一位居士 来见老法师 当我接到这位嘉宾的时候 心里感叹 天啊 六十多岁了 还化过超龙妆 好像一只彩雀一样 在车上 他和另一位居士聊天 我才得知 这个是他第一次见老法师 而且对老人家并不了解 但我知道 他是一位 见过很多大场面的重要人物 人生经历十分丰富 等车到达之后 他就去见老法师 约一个多小时之后 互法安排我开车送那位居士 当老法师送他到门口的时候 他紧紧地握住老人家的手 眼泪不停地流 面如瀑布一般 一条条泪痕 他口里面不停地念住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么慈悲的老人家 车开了 还是不停流泪 他这句话 令我产生共鸣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 尚未学佛的时候 自己不经意走回一本书 看到其中一张黑白照片 我顿时感到整个时空停顿了 五六秒钟之后 整个人才静下来 心底突然冒出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居然有这么慈悲的老人家 随即眼泪流下来 我看了一望照片上写着 正空老法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